现在核资中大型SUV都在降价 安达怎么可能例外呢 而今天介绍的这款车型是哈连达的弟弟 王冠路放 在早期定价最高达到50万 随着同级别车型都在降价 现在只需17万就能够拿下 性价比玩是哈连达 而且外观方面比宝马X5还有霸气 三大件更是非常的耐用 非常适合多口指甲去入手 外观方面绝对符合我们国人的审美 用成熟稳重大气来形容它一点都不为过 再加上熏黑的中网以及皇冠的logo更是提升了整个车头的视觉冲击力 而且还有两侧的绝� 是阿迪达登 晚上看出去更是拥有着很高的照明度 可是呢 腰线不仅流畅自然 龙国的造型也比较别致 这都带来了强烈的运动感 维部的设计也十分霸气 可以说整车往来停 气场方面绝对不逊色 宝马X5 东领层面搭载的是祖传发浪机 2.5升和2.0T 提备1CVT和8IT面的香 弹者马力能够达1829 功率能够达1821 友好能够低至5.8 这个也是入手最多的版本 同时它20T版本 马力能够达248 牛巨能够� 380 功率能够达182 价格方面一回合已经跌至23万多 个人觉得有这个预算 我还不如再加点钱去考虑奥迪Q5呢 毕竟现在他已经跌至27万多 难道不比照款车开出去有面子吗 还是2.5升版本比较划算 毕竟烧油和烧水一样 再结合5米015的差长2米850的轴距 车内采用了5门7座的布局 实用性非常的强 无论你是坐进车里哪个位置 都能够给你带来不错的舒适性 总而言之在空间方面的表现非常的棒 而在内饰方面也是非常的合理 大面积的真皮静 进一包裹 再加10.25英寸中共屏 手机互联12.3英寸液金一表 这都提升了车里的科技感 同时还能够给你行超观众带来不错的便捷性 最重要是这款车从之前的50万一路跌至17万 更是堪称合资中大型SUV当中的价格屠夫 对此你会入手吗